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武装官兵思想强化精神战力 其团结文武青年完成革命任务 决定创办青年战事报 经过半年的筹备规划 于41年10月10日创刊于台北市 报纸篇幅为四开一张小行报 警队军中发行 为扩大文宣成效 在民国73年10月10日 更奉令更名为青年日报 期间包括921大地震 SARS疫情 莫拉克风灾等 都忠实记录了官兵守护民众的身影 发挥稳定民心 激励官兵士气的成果 离开了摄氏馆 我们现在来到报社的新闻产制核心 采访组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记者们都很专注地 在执行各项发稿作业 这位记者大哥 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你们现在正在执行的工作吗 诶 不好意思 是在Cue我吗 你好 我是军事组的记者 我现在在整理最近采访过的军事照片 还有我们发布我们的即时新闻 因为无论是战备延续 或是栽防整备等采访工作 我们都跟时间赛跑 将第一手的消息 透过我们青年日报的网站 社群 APP等平台 送到民众及官兵的手中 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106年采访海棠台风时 海军水下作业大队同仁 在水深及腰的灾区 协助民众脱困 他们那种使命必达的精神 让我深深地感动 青年日报除了国内军文 全球军文大小事也是我们的任务 在编译组同仁努力下 搜集国际重要军事新闻 举番新加坡航空展 兰卡威航空展 环太平洋军演等 以致近期的川津会 两韩发展 都让国人一览 国际军武盛事 他三知识可以公错 除了国内军文之外 青年日报同样关注 国际重大政经军事新闻 在编译组同仁通力合作之下 青年日报国际版面 除了国际政经消息之外 也同样有其他媒体 不会呈现的独家新武器 新概念 新视野 让国人可以掌握国际军事的发展脉动 买好了菜 当然要有厨师炒出一盘好菜 每天记者发稿及照片处理后 会进入编辑排版作业 在功力深厚的编辑 进行文字编排图像设计 以及合稿校对无误后 便立即送至印刷厂印刷 这时才凌晨两点不到 派报车早已待命将报纸 送到全国各地 这就是官兵每天在中山市 看到的青年日报 没错 这就是我们在中山市 所看到的青年日报 青年日报中 我最有兴趣的是军事武器 对一个刚接触相关知识的我来说 图片能快速吸引我的目光 加上浅显易懂的文字 让人想要主动了解 武器研发的过程 这就是我喜欢青年日报的原因 看了青年日报 我可以了解许多服役前 不曾关心的国内外军事资讯 也喜欢看一些散文创作 在一整天操演结束时 阅读青年日报 让我得到心灵的放松 青年日报社除了报纸 官兵每周举光日阅读的奋斗刊物 以及军券喜爱的吴爱吴家 都在这里诞生的哦 现在我们为您访问到 美丽大方的出版组主任 陈中笑 主任你好 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出版组的任务吗 好的小编 接下来呢 我就带大家来到的是 青年日报社的出版组 那其实青年日报呢 是在民国86年7月1号的时候 那边新中国出版社 主要负责的呢 就是奋斗 胜利之光 还有无碍无家三本杂志 而和以往比较不一样的呢 是大家认为说 杂志好像只能透过纸本来阅读 其实呢 在近几年 我们也推广了电子书 所以呢 官兵或是眷属 也可以在网路的电子商城 阅读到我们的刊物 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变革 就是从今年开始 也就是107年的1月1号 胜利之光和无碍无家 合并成双月刊发行 离开了出版组 我们来到了数位中心 数位中心 前身为编辑部数位小组 在民国103年1月1日成立 到现在虽然只有短短的5年 但无论是脸书粉丝团 或是APP等等经营 都颇具规模 现在就让数位中心主任 谢少校为我们介绍 中心的现况吧 大家好 我是数位中心主任 先用谢少校 现在大家看到这些都是我的小组成员 那为了让轻报走出中山市 报社成立数位中心 负责即时新闻发布 社群平台经营以及影音的剪辑 希望透过这些方式 让更多民众了解国军军事新闻 数位中心的数位同仁 都是身怀绝技的高手哦 大家有发现吗 我有幸也是其中之一哦 虽然我还是个菜鸟 但我一定会努力学习 现今我们处于顺习万变时代 还在烦恼跟不上别人style吗 有了青年日报的APP 就能随时随地掌握最新的资讯 只要滑开手机 就能抢先知道国内外的大小事 就算是御宅族也能成为潮男潮女哦 好 下一站将介绍大小军事迷最爱的文创品 现在我们就往这个秘密基地前进吧 在每一次的轻爆脸书活动或是营区开放等等 那最令粉丝喜爱的就是国军文创品了 没有错哦 这些可爱实用的军事文创品 正来自这个秘密基地 业务部广发组 每年文创小组都会精心设计多元的文创品 例如最近热销的国军林郑当先公仔 云豹假车微型积木都在这里诞生 眼间的观众朋友一定有发现 他们正在为今年823战役制作许多值得收藏纪念的文创品 到时候千万别错过本报活动哦 其实青年日报过去一直都是以照片文字跟影像为主 可是近几年来有感觉说 我们现在接触全民国防的范围会更普遍 我们想到说是不是可以从文创这边下手 其实文创对于一般的人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可以融到你的生活里面去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想说除了文字影像之外 青年日报是不是还可以做一些更起 有别于不同的文宣作品 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文创小组 然后这几年来 做了好几个公仔啊 积木啊 还有一些文具啊 用品这些 然后也普遍受到那个民众的欢迎 有接到一通电话 就搞笑 然后他先生在马祖服役 然后他就询问林郑当先 我就问他说你先生是挂步兵观科的吗 然后他就说对 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生日快到了 然后希望在他下次回反台的时候 他可以拿林郑当先的公仔送给他当生日礼物 另外为了提升偏乡学子数位科技知识 并推广全民国防教育 近期本社数位推广团队前往桃源市复兴区光华国小 台东读栏书屋 安排社群网路宣导 摄影研习 空拍机及VR全景实境操作等体验活动 让孩童们跟着专业记者 用不同角度和视野 拥有于新科技与新学习的乐趣中 善尽我们的社会责任 青年日报创立至今已经66年 那么在这段期间里面 我们在无数的前辈跟历任社长的努力之下 我们陪伴官兵共同成长 也为国军的建军备战写下历史 那么尤其在最近几年 青年日报推动数位转型 目前我们已经由原本的单一的报纸 成长为拥有一报双刊 有八个数位频道的一个全媒体 所以展望未来 我们很清楚 未来的战争里面 如何去掌握到资讯跟文宣的战场的高度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青年日报也会持续在这部分努力 那么发挥对内凝聚全民国防里面 对外反制敌人文攻武嚇的这种新战的功能 以专业知识来形塑力量 为国防建军备战 捍卫国家安全 做出实质的贡献 我想青年日报目前进行的 这个数位化或网络化的转型 当然是已经跟上时代的潮流跟脚步 等于已经不输 一般民间媒体 相关的这个转型的过程 青年日报历史悠久 却没有因岁月而老去 反而为了因应新媒体 及文创品的出现不断的革新 从纸本走向网络 更从网络走进官兵及民众的手机里 开启青年日报APP 华指之间 多月新闻影音立即呈现在你的眼前 让我们一起感受军文新体验吧